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发现我这个人有一点奇怪 有的时候我喜欢自我接短 比如说我会说一个事情 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我不懂 有的人说你就说你懂的 你不要告诉大家你这个不懂那个不懂 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的短处呢,暴露给大家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最近呢,可能大家就注意到 我经常提,今年因为建党百年 中国就推出来了好多的这种历史性的一些片子 那我就看了好多 那有很多东西呢,以前我并不知道 然后我就发现呢,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容易被别人洗脑 比如说呢,有两个人啊 因为我以前不了解,我就被别人洗脑了 然后呢,对他们就有一些误解啊 比如说呢,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物呢,随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多 然后呢,尊敬越深 了解越多,尊敬越深 这是一个绝对的 不是说一个总量 而是一个绝对的 好,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还想跟大家呢,说另外一个人物 我就发现有另外一个人物啊 对他的了解越多 对他的尊敬越深 他是谁呢 他就是华为的这个任正非 任正非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 他非常的高瞻远瞩 然后呢,他心中又没有仇恨 他对别人呢,是一个包容的 心中呢,是有大抱负 有大爱的这么一个人 这样的人往往是打不死的 这样的人往往是压不垮的 表现在任正非身上呢 也非常非常的明显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任正非领导的华为 在美国的打压之下 越挫越勇 前一阵子的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了 华为呢,成立了五大军团 这五大军团是什么呢 一个是煤矿军团 一个是智慧公路军团 一个是海关和港口军团 然后第四个是智能光伏军团 第五个是数据中心能源军团 你注意到没注意到 这五个军团里面 其中有两个是和现在的新能源有关的 一个是智能光伏军团和数据中心能源军团 那我前两天跟大家就分享了 他们这五个军团 受齐和出发的这个仪式 但是呢 其实我不是很理解 在这里面他们到底能干什么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消息 是什么呢 就是华为呀 它中标了一个全球最大储能项目 我们大家都知道沙特 沙特呢是一个石油大国 非常的富裕 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石油 所以非常富裕 那现在呢 全球都在推行这个新能源 那这个沙特 我们就会觉得沙特这个王国 是不是很快就完了呀 但是呢 沙特没有 沙特也在与时俱进 沙特就推出来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储能项目 而这个项目在上个月招标的时候 就让华为中标了 我再跟你分享一个另外的一个消息 就是华为的周建军 他做了一个讲话 他说用比特管理瓦特 打造一朵能源云推动能源革命 美国总统拜登推动了新能源 推动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革命 他以为中国在这方面消极代工 他以为是他在不断的使劲的推着中国往前走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是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 走了很远了 已经把美国都落在后面了 美国都50兆 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周建军 他在上个月的时候 中国全国工商联和广东省政府在广州联合主办的2021粤港澳大湾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峰会上面的一个讲话 周建军说呢 他说 探达峰探中和已经成为中国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识和使命 是未来30年到40年全球最大最确定性的事件 这必然会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意味着能源生产能源消费的革命 也是一次各行各业全面升级换代的机会 周建军说 低碳化电气化智能化将是必然的趋势 华为预测 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会超过50% 清洁能源将成为主力能源 我国也逐步建立起以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 其次 在用电测的电气化方面 到2050年 电能消耗也将从现在的20%提升到50% 电动出行将成为主要方式 最后通过智能化把数字技术和传统的电力 电子技术相结合 将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路径 周建军表示说 为响应双碳目标 华为在今年7月正式成立了数字能源公司 服务于国家的双碳战略 公司将面向低碳家庭 低碳建筑 低碳工厂 低碳园区 低碳乡村 低碳城市等 聚焦清洁发电 能源数字化 交通电动化 绿色ICT基础设施 综合智慧能源等五大领域 把电力电子和数字技术两大基础技术相结合 用比特去管理瓦特 打造一朵能源云 把源 网 核 杵 统一监测管理起来 使信息流和能源流有效结合 融合 推动整个能源革命 华为也将开放自己的产业生态 技术生态和能源生态 与更多的粤港澳企业一企业 从低碳走向零碳 实现碳中和 周建军说 面向未来成为数字能源将持续创新 并应用到多个场景 助力企业 城市 社会低碳 绿色高质量发展 这些场景包括整线分布式加储能 绿色低碳数字中心 绿色5G站点 绿色高效潜入式电源 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华为将在新能源领域提供安全 高效绿色智能的解决方案 通过科技创新加速能源结构转型 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1年6月30日 华为累计绿色发电4034亿度 减排达2亿吨 这是这个周建军的这个讲话 通过这些讲话 你有没有觉得说 哎 华为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 他能够做这些事吗 这都是一些新的领域 他们才刚刚开始能摸上门吗 可是 现在 我刚才跟你说了 他们已经走出国门了 沙特的一个 要打造一个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储能项目 被华为拿到了 我们大家呢 也许不懂技术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一点 就是这个电 它发出来以后吧 它这个流动 它只能流动 不能储存 这个电的储存是一大问题 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报道 说中国呢 现在搞了一种电的储存方式 这个储存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大水池子 在低处一个大水池子 高处的一个大水池子 当我说大水池子的时候 你不要想我们家里厨房洗菜的一个大池子啊 比那个大多了 比水库都大多了啊 就是那两个的高处低处两个水池子 当这个电啊 用不了的时候 就用不了那个电 用来干什么呢 不能让它浪费了 你要不用它就浪费了 然后用来干什么 就把低处的水 给它打到高处去 当这个用电的高峰 电不够用的时候 就用高处的水 往下流来进行发电 来补充这个电力不足 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储存了这个电 那我就不知道华为这个储存电 是怎么储存的 但是呢 它拿到了这个项目 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华为所拿到的这个项目 是个什么项目 他们是如何来做到这个的 说是上个月 10月16号的时候 华为成功的签约 全球最大的储能项目 全球最大的 里网储能项目 沙特 红海新城项目 说这个项目的业主呢 是英文名 叫The Red Sea Development Company 翻译成中文呢 就叫红海发展公司 它的开发商呢 是叫ACWA Power 是沙特本土的一家 专注清洁能源发电 海水淡化和供应的公司 而EPC总承包方 是中国电建旗下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华为向该项目呢 就提供光储整体解决方案 就包括1300M瓦石储能系统 PCS通信及管理系统等 同时还参与方案设计 电网仿真 及相关设计咨询服务 这个项目呢 也是华为自2021年3月正式推出地面电站智能组 串世储能以来最大规模储能项目的落地 就是呢 2021年3月份的时候 华为啊就推出来了一个叫地面电站智能组 串世储能 我不知道这种储能是怎么个储法 我们也不必去知道 它从技术上到底是怎么样储能的 就是现在呢 有好多的那些能人 在帮助我们解决那些难题 这个电呢 传统来说是不能储存的 现在呢 他们就在解决这个电的储存的问题 那上面我跟大家说的两个水池子那个呢 那个我能理解他的工作原理 但是呢 华为说的这个呢 就不知道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名 我们知道这个名就可以了 说在此之前 华为已经积累了超过10年的储存系统研发经验 并在全球范围内应用超过了8G瓦时 华为什么时候干了这些事啊 10年前就干了呀 10年前就干了 10年前还没有那个巴黎嫌疑呢 他们就干了 你说他们多了不起 你说任正非有多了不起 美国打压华为 刚才说 我不给你芯片 华为说没关系 我们有备胎 我们10年前就搞了那个备胎 后来说你有芯片呀 我系统也不给你 华为说没有关系 我们也有备胎 我们已经研究那个系统也有研究了好多年了 后来又说呢 哈 你这些都有啊 我不给你芯片 我就不信 你有光刻机 华为说没有 华为不是说什么都有 结果呢 就把华为给卡住了 美国还以为华为死定了 No 华为死不了 我们来继续看 华为全场景智能光处解决方案 涵盖大型地面电站 行业绿电 家庭绿电 混电去油四大应用场景 助力零碳发电 消除电力鸿沟 从什么时候你们华为可以干这些事了 可见他们已经干了很久了 可见他们已经是非常有把握了 都跑到国外来 承揽了像沙特的这种这么大型的项目 你要知道这项目肯定是有很多的公司来竞标啊 对不对 现在呢 华为拿到了 我们来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它是一个新一代城市 怎么个新法 说2017年7月31日 沙特王储 莫罕默德本 撒浪曼 正式对外宣布了雄心勃勃的 红海新城项目计划 美国到处去贩卖 他们的那个社会体制 要求中国改变社会体制 按照美国的改 有好多人就提出来说 你怎么不去 让你们的盟友沙特改一改呢 因为沙特还是那种封建王朝呢 你怎么不让他改 中国共产党呢 最近提出来说 社会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民主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不要试图去要求别人 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做 你看人家沙特 虽然说封建王朝 但是呢 也并没有阻碍人家 让人家自己的国家富裕 并没有阻碍人家 与时俱进 对不对 只要是人家自己国家人民的选择 别人管不着 我们继续看 说这个新城呢 将建设在塔布克省西南部的海边 西林红海 规划面积呢 是2.8万平方公里 包含有90多座 未开发岛屿构成的群岛 一座地方特色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以及海滩 沙漠 山地和火山 新城主打高端奢华旅游 计划每年吸引游客100万人次 第一阶段建设计划 于2022年前新建一座机场 14家豪华或超豪华酒店 以及配套滨海休闲娱乐设施 沙特王储立志 将其打造成新一代的城市 除了按照国际最高标准 来打造卓越服务和无缝对接的 个性化旅游体验以外 还将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 树立新的标杆 什么样新的标杆呢 零垃圾填埋 零废弃物排向大海 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百分之百碳中和 说为了实现百分之百碳中和 沙特政府方面 逼选了多个能源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最终就选择了以光伏加储能的方式 来作为这座未来新城的能源解决方案 1300m瓦时 这个m是百万吗 如果这个m是百万的话 那就是13亿瓦时 13亿度 储能项目也将是光储成为主力能源 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实践 此次成功签约还意味着 鸿海新城建成以后 将成为全球首个百分之百 以光储共能的城市 鸿海新城项目还被列入了沙特 2030愿景规划重点项目 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那华为数字能源公司首席运营官 智能光伏业务总裁陈国光就表示 该项目的标杆示范意义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全球最大的储能项目 也是全球最大的离网储能项目 离网就是离开网络储能 第二 以光储为主的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的实践先行者 三 经济性优势突出 发电成本低于传统发电方式 真正开启光储平价时代 第四 能够接受鸿海沿岸的高温 高湿高炎度等极端环境考验 其模式也可快速的复制 尤其是全球碳中和目标提出后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成为大势所趋 然而光伏风电的间歇性波动性特点 使得配置储能成为新能源项目并网与安全稳定运行的必要先决条件 就是这个光能啊 风能啊 这些都不稳定 太依赖于这个自然条件了 所以呢 在自然条件满足的时候 多发电 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当那自然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然后再拿出来用 这就非常关键 这就是华为给他们解决的问题 然后就是说 为此全球范围内都在积极探索 如何实现清洁能源成为主力能源 甚至实现百分之百清洁功能 例如中国青海于2020年底 投运了全球首条百分之百清洁能源特高压 向1563公里外的地区输送清洁电力 像鸿海新城项目这样大规模应用光伏加储能 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级别城市的能源运转 在全球范围当中上述首次 那华为缘和胜出 华为是怎么胜出的呢 说如此大规模储能项目的招标 其标杆和示范意义重大 因此也吸引了全球储能领域的主流玩家参与 终于在2021年10月16日一锤定音 出于安全性 经济性 服务响应及时性与可靠性 市场美誉度 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华为智能光处解决方案 最终得到客户的认可 获得全球最大储能项目大单 华为通过创新性的技术 解决了客户的问题 并且将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华为的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呢 一解决了大型光处独立组网 安全稳定运行的问题 后面那些技术术语 我就不给你读吧 第二解决了供电成本的问题 光处整体系统生命周期 度电成本低于10美分 就是一度电低于10美分呢 这个挺便宜的 另外华为还给客户带来了更多的价值 一交付周期缩短 细节我就不给你读了 二生命周期运营 运营简单 第三分布式温控技术 保障储能更长生命 第四保障系统生命周期的极致安全 与此同时 华为是值得客户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业务遍布全球 在交付服务等方面 能为客户提供长期及时的支持 长期深耕中东 不仅能为客户提供更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还能提供大型微网和里网电力系统建模及仿真等增值咨询服务 按照这个协议呢 华为智能光处解决方案将在2022年的6月开始交付 项目计划于2023年3月完工 哇 这真快啊 对吧 现在是11月底了呀 再有半年 他们就要开始交付了 再有9个月 然后就完工了 太厉害了 每度电才10美分 我的天哪 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你对华为佩服不佩服 骄傲不骄傲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 дня